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冬至快乐 平安夜快乐 圣诞节快乐 一次先跟各位来祝福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么这些节日当中 其实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其实是圣诞节 我想先在电视机前面 朋友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认不认识圣诞老公公呢 各位注意 股票市场里面 如果你连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没有做好的话 跟你讲 什么在那边研究技术面 基本面 好像不是很对的 不会完全没有用 只是更重要的事情 想办法认识圣诞老公公好不好 各位注意 他就是圣诞老公公 很多人今天一定会跟你讲说 英代尔的季星格 凭什么呛瞎我们的台积电 我先讲一件事情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积电是去年才超过 英代尔的价格的哦 因为有了AI本身的一个 尤其是AI伺服器的加持的状况之下 台积电才超过了英代尔哦 那么英代尔人家说是呛瞎啦 那呛瞎也可以啦 他说将来他要胜过台积电 将来的股价又要把他原来的地位给要回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 这是第一个圣诞老公公耶 各位啊 他十月份来台湾之后啊 滑稽跟红硕 甚至人保这种股票 不好意思讲我们称之为大牛骨 称之为说根本就是大象骨 结果会飞耶 这是不是圣诞老公公啊 第二件事情呢 还有一个圣诞老公公你一定要记得啊 各位看到没有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之前十二月份的时候跟各位强调 看到鲍尔降息的时候 这不得了这是第二个圣诞老公公啊 第一个AI他已经推出来新的规格了 你手上的笔电手上的手机啊 要想办法换掉啊 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已经是个非常大的商机了 甚至各位有没有想过啊 当你的手机换了 当然应该说当你的笔电换了之后 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好不好 当你的笔电换了之后呢 你应该还有很多东西要换耶 各位知道吗 来先看一下 怎么跟圣诞老公公联络啊 摄影师麻烦一下 我今天要来跟各位讲一下手机 各位看到没有 AIPC先行大涨后 仍有相关零组件在低档 打底完整应有机会上工 圆月效应概念股 请怎样怎样怎样 看到没有 然后这是我今天哦 这是今天早上盘前发出去的 也是昨天晚上预告的 也是今天唯一一个开盘的时候 就跳空涨停满的股票啊 你可以把我昨天的节目找出来看 所以我说还有第三个圣诞老公公啊 今天忘了戴圣诞帽 因为今天才是冬至而已 所以我说各位看到没有啊 你知道股票市场里面 那么真的有机会了 这个机会就叫做圣诞老公公 有机会不会没有人告诉你 季辛格会告诉你 鲍尔会告诉你 黄敬哲财富指挥官会告诉你 不然干嘛叫指挥官啊 所以做股票最重要的是 你要锁住几个重要的资讯 所以我今天第一句话先跟你讲 你扫好码我告诉你一件事 还有第二个圣诞礼物要推出来 赶快去把这个赖码给他扫下来 今天就 我真的有点怀疑 我是不是写太多了 怎么开盘的时候给我开这么高 还好我还有下一招 我还有下一招看到没有 我还有下一招各位看到没有 我还有下一招开玩笑 也差一点工上掌停板 不然就给赖的朋友赚走了 你赶快来加我们赖这是很重要 想办法跟圣诞老公公联系 那我今天来会跟各位谈 岁末年初了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平安夜的前后 我真的问各位一件事 今年如果没有赚到满多的钱 让你满满亿的钱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明年还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还有机会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命运 只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必须要讲 做股票真的你要从你的思想开始改变 我现在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 各位看到没有注意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请问当一个作手 当一个高手 看到十个人当中 有八个人在买伟创广达音乐团 有六个在买伟创广达音乐团的时候 他会干嘛 他一定会卖 但是现在这个行情不一样 前面有季辛格跟你讲说 我要超过台积电 那我真的不好意思讲一件事 他又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了 当英戴尔的股价没有超过台积电的时候 请你赶快做多 但是好像不是做多台积电比较好 听懂了吗 你没发觉最近的美国股市比台湾股市更强吗 我再讲一次 这位圣诞老公公告诉你 明年英戴尔的股价没有超过台积电之前 很安全因为他拼过去 英戴尔他现在对于这个AI笔电他有CPU 台积电再怎么厉害 他只是一个晶圆代工的制造厂商 所以英戴尔是在晶圆代工跟他做竞争 但是在CPU上面跟他是合作的 这样你能不能理解 CPU才能够 整台电脑才能够带动整个一个行情 当然台积电会跟着涨 但是人家告诉你的答案你要听清楚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坐手在想什么 想说什么股票还没涨 各位注意 坐手在做这件事 各位看到没有 这股票怎么从来没涨过 今年不要说今年光从11月份到现在为止涨了1600点 人家宏基也会涨 华硕也会涨 他怎么从来都不会涨 各位看到没有 还有什么各位看到没有 结果呢 花了一下就涨你满 你管它是什么股票 降息的话跟船产有关系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一次船产股 老实说航运股能涨上来 你就说就这几个青年军在那边打那个船 就涨上来 这个说得太过了 明天下个礼拜美军就去了 美军是管全世界所有的海的 但是还不是照涨 为什么 因为降息 钢铁股也涨过一下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两个圣诞老公公 一个你就吃不完了 还有两个 加上我们的赖 我三个好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如果你是一个坐手 我的意思是你要认真做股票 你会想什么 第一个什么东西还没涨 哎呀对哦 各位啊 昨天是不是黄老师告诉你说 红机都涨到上面去了 结果呢 等一下我们来验证 现在我们用电脑先讲 结果呢 每一台红机里面总要散热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季辛格讲的三个非常缺的东西 一个叫散热 你将来那个AI去走的时候 那个CPU 你可以拿来煮水饺了 不是只有烫鸡蛋 整台手机会烫到你受不了 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整台笔电会烫到受不了 结果呢 风扇当然是最好的嘛 今天大家都还在乱拆 什么水冷室 有本事你把你的笔电给我进到水里去 第二个什么东西还会涨 哎呦今天真的还有IC设计还涨上来 第三个跟着涨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我今天把见准定义成跟着涨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我今天把这个股票 当做从来没涨过可以吧 我今天就当做此处从来都不会动好不好 将来不会涨 也不需要给你喊两万点 请问一下有这个降息的资金要不要动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 亲爱的投资朋友千万记得 这个时候你就好好规划每一周的策略 每一周的重点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每一周的重点呢 你跟着我们来做的时候 我一定会帮你设计的很好 而且呢来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上个礼拜一跟各位所讲的 应该是说这个礼拜一啦 跟各位讲说 哎这礼拜会很冷啊 所以老师干嘛 新去买个夹克来穿啊 韩风的呢 穿起来要像韩国明星这么帅 知道没有 虽然我长得不帅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哎连续两个 你照最冷的就是昨天嘛 你再来做一个调整的话 哎这个礼拜光是所谓的 恒大家毛宝加起来的话 四加三七支涨平板的 为什么不赚 我连写都不想写了 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所谓规划每个礼拜最会赚钱的股票 上个礼拜一样啊 上上礼拜一样啊 康纳香三支 热印三支 先把这个钱赚下来嘛 那音乐达也没有让你吃亏啊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 笔电也没让你吃亏啊 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就是各位你可以想办法 哎你要跟着我 我就告诉你这句话 股票市场里面 我没什么要怎么形容呢 我通常都是只做这个啊 第一个抓住可确定的条件 然后呢 因为很多人来加入我们会员朋友的时候 哎每个礼拜可能 礼拜天的时候 你就要交会 交会钱也有可能 要交学费也有可能 交水费电费都有可能啊 所以最好呢 哎不要套牢 最好手上多一点现金 我都是这样想的啊 所以呢我都确定好每一周的一个工作 如果你能够想要赚大钱 那一周啊 能够帮会员多赚一点钱 那整个月份就能够赚钱 那每一周都能够赚钱的话 你就能够稳定的规划 对不对啊 我发觉很多朋友啊 你进来股市的时候是没有规划的 反正我就哎呀 比方说这样好了 我想想看要怎么比喻 很难比喻啊 但是我 好我们就比喻说3016好了 这个比买 买这支股票好了 然后呢结果大家都在涨 你没涨 没关系看起来好像也没跌 然后就每天就在那边等等等等 我你那天等等等等 等了四个月他还在这里 买高一点的呢 哎呀结果呢 等了四个月还在这里啊 你为什么不每个月每个月 或者至少每一周每一周 或者每15天每15天给他规划呢 如果你15天规划一次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在那边卖掉了 可能已经在那边卖掉 已经在那边卖掉 换到更强的股票 而且还赚了这一小段 可不可以 不用在那边等嘛 同样的啊 结果呢 你一直在那边等 一直在那边等 结果一看 哎呦 人家隔壁 一下子就涨上去了 对不对 人家搞不好 这个月的时候已经涨了好几只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就是所谓我的规划理念 我说过 各位看到没有 从第一波上来 做股票 有的 该有的时候有就有了 我们就拿这只股票 作为标准 好不好 这一波在冲的时候呢 你该有的先赚他三只停板 热硬一只 两只 三只 哇 三十趴了 同样的 松位要一只两只三只三十趴了 同样 第三 那个第一波的恒大买不到啊 所以恒大第二波还会涨啊 先不要讲那么多 总之呢 第一波的时候 康辣箱买得到 OK 来 一样的一只两只三只给他买上去了 OK 第二波呢 不用等太久 就是给他等恒大了 上个礼拜五 就是今天跟你预告 寒流要来了 寒流要来了 长几只算几只 还跟你说 可能有三只到四只 因为到礼拜四的晚上是最冷的 昨天晚上真的 我走在路上都觉得好冰 今天好一点 对吧 看气象预报也能赚钱 为什么 因为我在规划 我有规划每一周会发生最重要的事 我有规划每一周最会标的一个股票 这个礼拜最会标的 我还是直接跟你说 就是防疫股 我把你做完了 当然把它卖掉 这也是你的圣诞礼物啊 今天最会标的股票 来吧 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个 音乐打还蛮好了 今天最会标的股票 结果各位看到没有 注意哦 你看 首先呢 今天最会标的股票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有没有逢低进场 有追高吗 有让你等吗 又逢低进场 又不追高 又不让你等 又直接标涨停 这不是你最大的心愿 要不要赶快扫我们的LINE 要不要赶快拨通电话 你自己看 一个字都没有改过 我说伺服器 有20% 伺服器它 为什么它会跌这么多 为什么像3324 昨天还按不出号码 3324的双红不会涨 甚至呢 还回挡这么多 3324双红先涨 应该这么多 先涨之后 然后最近不会涨了 因为双红它做水冷室啊 那么它本身来讲 是做气冷室的 等于说笔电是它的啊 那结果呢 突然间来那个AI之后 它来不及啊 对不对 不是这样吗 结果呢 昨天是不是预告的太明显了 手机还在这一样 你再看一次吗 各位看到没有 手机上面写得很清楚 AI先行大涨之后 这AI先行大涨之后 能有相对性低点 谢谢我们导播 看到没有 一个字都被改过 所以后面都还有好不好 各位注意哦 来 季辛格看到没有 哎 圣诞老公公 他应该是圣诞老爷爷了 我当公公好不好 我跟他你跟我好不好 他是我师父 你是我徒弟 咱们就这样一路抱钱 抱牌一路赚下去 可不可以 他第一个说散热很缺 第二个说网路很缺 第三个是什么很缺啊 你去想想看 季辛格讲了什么 如果你要做AI的时候 缺些什么东西啊 零件都会很缺 而且股价呢 又是很低了啦 我老是跟你说 你这样子买都不吃亏啦 你可以打个电话 他先来询问啦 你可以扫我们赖先进去 打真的不吃亏啦 运气好一点的时候 就这样啪开盘的时候 嗯呃 吼 黄老师好厉害 你好厉害 我就有点烦恼啦 我的会员还有人还没上车咧 拜托好不好 不要这个时候打开来 你们不要先买 先买的话到时我又被骂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争取的话 你就是有作手精神啊 这就是圣诞礼物之一啊 我们等一下会在line里面跟各位说啊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而且呢 我们是说想要赚大钱 本周先赚钱 规划每一周最会涨的股票 所以每一个时间都很重要 欢迎你想尽办法 掌握自己的圣诞礼物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我们等您电话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市场只有5%的赢家 95%的节目都是宣传 90%的资讯都是无用 85%的新闻 都是重复 浪费人生就是浪费赚钱的时间 一线谢天机 唯一支持黄老师 应答头顾黄老师 天机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天天上网 浪费时间 不如锁定经济大师 应答头顾黄老师 28年的实战操板经验 东西把人筹码 了解散户需求 分析最强产业 掌握获利气息 读书做学问是一回事 重点要去做 分析赚不到钱 实战才能掌握机会 力量不打实战 掌握机会传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来啰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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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悬悟消息不能信 上中全会网站查询才安心 一一三年一月十三日临时期 就算投票日了 用赖脸书等各种方式拉票 会被罰钱喔 投票日当天不能再进助选 错误通通套 一月十三你就是选手 一起为民主得分 为了扩大服务观众朋友 明年一月份开始 下午五点钟的非凡商业台 还有重要的时段 跟各位来做报告 也欢迎大家一定能够赶快跟上来 而且我还是再次 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2023年已经过去了 那么2023年我们最起码要学到一些教训 或最起码要学到一些 你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股票市场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 不是说你看高点在哪里 看低点在哪里 这些呢 如果你是找这种所谓 我跟你讲两万点 结果呢 不好意思讲耶 说不定啊 股票市场是先从这里啊 跌了1800点之后 冲到两万点 你在这个跌到1800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这么想 损失惨重了 假设你有一千万 跌到这边 剩下不要太多了 不要太惨好不好 剩下三百万 你要再把它赢回一千万 这样的指数是不够的耶 尤其是那个输掉之后 那个本钱也不够 胆子也不够耶 知道吗 甚至呢 很多人都把它杀到这个最低点去 所以目标区在哪里其实不重要 重点是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帮你 非常清楚的帮你盯住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要想要赚大钱 本周先赚钱 甚至我们的节目 不断的帮各位来做服务 就是一直跟各位强调 来各位来看一下 假设六月到七月 这是一档股票 你已经发现它没涨了 你是不是可以换股 你已经发现它跌了 你是不是可以换股 你已经发现在这边没涨了 是不是可以换股 你需要换到这个地方来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啊 所以我说过 大部分的老师叫做中等知识啊 干嘛 就是业绩好就好了 反正高档的时候用力喊 那多赚 涨的时候每个都赚嘛 像现在也是说每个老师都赚 拉回来就开始赔 散弹打鸟 大部分都是这样 可是这次来讲的话 我应该2023年 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事情 可能也是要被骂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涨到最高点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你说 老师啊 这股票怎么会跌啊 就像现在很多人跟你讲 股票怎么会涨一样 股票市场里面 你必须要真的去了解它 我说过等一下 我会把这个AIPC跟你讲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看涨到这里 怎么会跌啊 人家都上看到200块钱去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 天底下没有不回檔的股票 那回檔五个圈是四成耶 一百万融资的话 剩下二十万耶 然后各位看到没有 我这边抢了个多单之后呢 哎呦 发现情况不妙 再退 再退看到没有 到现在来讲的话 算比较有把握一点点 但是比较有把握在这里啊 为什么人家的季线是向上的啊 那好不容易得到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呢 但是我问各位一件事 假如我今年的伪创是从头报到尾 哎 有很多人最近打电话来都说没有赚到钱呢 为什么 因为听说最近AIPC很涨 哎呦 老师啊 伪创都不会涨了 宏基怎么会涨啊 哎呀 老师啊 音乐打都不会涨了 怎么华术会涨啊 老师啊 广达都不会涨了 怎么可能 人保会涨 就是涨给你看 我说时间点到了 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两个AI是不一样的AI啊 所以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两个角色 但是这两个AI是不一样的AI啊 第一个AI叫做AI伺服器啊 那本来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情 本来呢 他们其实都会做啦 但是呢 哎呦 红伪创一看说 哎呦伺服器现在利润比较大了 因为搭了一个所谓灰达的晶片 所以伺服器一直涨下 赶快把所有的产线开去做伺服器 这下好了 你看他就比较慢了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嘛 结果呢 哇他开得很快啊 但是呢 哎这边比较慢 哎呦 这边没给他通知一下 亏了我们还是拇指公司 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一下呢 结果现在 他们换另外一个圣诞老公公来了 我一直跟你强调 我在股市现场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季辛格说了什么东西啊 你要去看看 他为什么拥抱华硕的师从长 他抱在一起耶 还有一张照片耶 然后宏基在那边展示了 所谓3D型的一个 所谓照片的一个照相技术耶 3D照片技术 现在其实小米手机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讲的非常多 他说了些什么 真的是很有用啊 这圣诞老公公送礼物你看 看到没有 结果一回去之后呢 他当然有一件梅书啊 跟我们做老师一样 好厉害喔 他回去之后 做了一个Altra本身的一个AI 马上送出来 那一听 只要放上宏基 宏基又变成AI 放到华硕 华硕变成AI 所以他们先长了 长了之后呢 各位看到没有 突然之间我就说 音乐达变聰了耶 各位看到没有 音乐达变聰明了耶 哎呦 这个地方叫你把音乐达卖掉 你不卖 这个地方叫你买 你又不买 我那时候讲了实在话 各位看到没有 结果咧 如果那个股票要准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喔 你看一下 砰的马上跳上去 砰的马上跳上去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 你再去追的时候 哇他压回来 结果很多老师还跟你讲 赶快卖 赶快卖 我都不好意思讲 他刚好在那边好像整理三天 还是四天了 我说不能卖 不能卖 他现在对的方向 他以前是AI伺服器 现在做AIPC AIPC就算了 他连IP都自己做 连IP都自己做的话 那等于是 我也不要跟你四星买了 虽然很多人说 四星还会再大涨 那个速度可能会差很多 知道吗 先按创意好了 那速度可能会慢很多 因为他们现在要自制IP 自制IP的话成本就降下来 还自制这个所谓的 你自己念吧 Vitter Master TM 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AI系统 所以他的AI将来是自己做的 也不用跟你英大雅去抢 我自己可以做出AI的内建 看到没有 做IP还做AI 两个全部都自己做 那我是不好意思说一件事 那当然了 李诗钦 这个大家很熟 他是有什么事情都公开讲 有人渐渐吃三碗工 廣达今天其实也还不错 还站在这个所谓季限之上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明年 哎呦 往外来不及了 明年还是告诉你一句话 来 回到这里来讲 最简单 是不是打了一个大底 是不是打了一个大底 这个底部有没有跟你讲过 有啊 不好意思讲 万海怎么可能会涨 那个库存的柜子还这么多 所以今天有人跑去买中柜就不对 那库存的柜子还这么多 然后降息之后股价还在低一点 所以接下来请各位一定要扫码 哇 我们今天还要跟各位再推出见准第二号 也就是所谓在低档里面重要的 我每次都这样子 下明年再改 重要的低档的 那么零件性质的节目 欢迎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下个礼拜 AIPC之后 你看见准就上来了 下一档我已经准备好了 降息之后股价还在低一点 有呢 还真的有啊 那选举也快到要注意啊 那其实疫情还没过 现在那个我很烦恼 如果去日本的时候 万一碰到这个什么 所谓的梅江峻该怎么办 所以其实这些都还是可以 继续在圆圆相应的时候来发挥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而且呢想要赚大钱本周先赚钱啦 明年我们会开在这个地方 还有新的节目 请你务必无论如何赶快跟上 记得圣诞节的时候 赶快扫我们的LINE AT 那么有重要的圣诞礼物 要跟各位分享 就像今天 分享的太夸张了一点 我们会 我再想办法调整一下 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赚到这个钱 你看到我的LINE赚到掌停板 我也很开心啊 来 注意各位 想办法请各位跟上 圣诞快乐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日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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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旗子走 好 时间差不多了 要是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回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错车了 你累了吗 保利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利达满牛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 发送LINE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市场只有5%的赢家 95%的节目都是宣传 90%的资讯都是无用 85%的新闻都是重复 浪费人生就是浪费赚钱的时间 一线谢天机 唯一支持黄老师 并打投顾黄老师天机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天机上网浪费人